作词曲 李宗盛 都要便宜 我得人不 亏人是货 亏己是福 便宜指的是小小的利益 就是人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些小小的利益 但是我得就是我得到了 而人不 人这个人就是指的别人他人 别人他人 这个便宜被我给抢去了 那别人就得不到这个利益了 所以说亏人是货 让别人吃亏 让别人损失 这是灾祸 而亏己是福 如果是我们自己吃亏 那么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福报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人即无两得之理 这个便宜呢 如果我抢去了 别人就得不到了 所以啊 我们还是不要抢的好 要真正知道吃亏是福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师父上人呢 也教导我们 要在生活当中 真正认识到吃亏是福 难得糊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无论是学儒 学道 学佛 非常重要 非常重视的是一个真诚心 也就是说 我们对别人 要有一种真诚心 千万不要害怕吃亏啊 很多人呢 斤斤计较 一点都不肯相让 结果呢 最后啊 吃亏的 还是自己呀 占不了真正的便宜 所以人家欺骗我们 我们用真诚心 来对待别人 有的人觉得说 这样好像很吃亏呀 可是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 方向目标是不相同的 我们心心所求的 是希望跟圣贤 佛菩萨 为伍啊 而不是继续在 六道轮回里面 去 这个 做行善 得善报 行恶 得恶报 在这轮回里面 不断地流转 我们的目标 跟方向是不相同的 所以在这个世间 我们既然希望能够达到圣贤佛菩萨的一个境界呢 我们的内心跟修为 就要跟圣贤佛菩萨相应 而不是跟凡夫相同的 如果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肯吃亏 不愿吃亏 寸步不让 斤斤计较 而且呢 对人都用虚伪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很虚伪啊 喜欢骗人 那我也同样用虚伪的心去对待别人 那么这样就永远没有办法跟圣贤佛菩萨的心 跟他们的境界相应了 而是永远在轮回里面转圈圈 在打转呢 如果说别人欺骗我们 我们愿意用真心来对待他 那么将来我们的去处是不相同的呀 好 我们跟佛菩萨生活在一起 而他呢还继续在搞轮回 你看这个果报就不相同 所以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 我们要真正的搞清楚 那么其实很多事情啊 你表面上看呢 好像很吃亏 实际上呢 在一个明眼人的眼里 在古人的眼里啊 因为古人确实读圣贤书嘛 有智慧也有德行 他看到一个人很吃亏 表面上好像损失了很多的钱财或者利益 但是实际上啊 这是真正的福报 吃亏是真正的福报 你看有的人啊 这个为人处事非常的厚道 非常的憨厚 看起来呢 好像一点都不聪明的样子 特别的老实 像这样的人呢 就是古人所说的难得糊涂啊 就是看到他好像是糊里糊涂的 怎么什么事情都抢不过别人 争不过别人 遇到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很吃亏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人真正是高明的人 这是别人看不出来啊 实际上啊 他是真正的聪明人啊 所以这种糊涂是真正是老实 真正是可贵的 为什么呢 他和圣仙人 他和佛菩萨是完全相应的 他将来的去处呢 跟一般的凡夫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说他不竞争啊 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不要啊 财色明十岁这些 他都能够放下 世间人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 实际上呢 他不了解 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真正是有福报的人 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这个当小朋友的时候啊 就很喜欢去跟人家争 什么事情都喜欢去抢 好的东西 外公买的灯笼 最漂亮的灯笼一定是 我当姐姐的 先拿到 那么我的表妹呢 她呢 总是捡最不好的 就是 其他的兄弟姐妹 全部都拿到了之后呢 剩下的才是她的 就有一个表妹 她从小就非常懂得礼让 好东西都让给姐姐 都让给她的兄弟姐妹 那么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争什么好东西 这弟弟妹妹都要 进贡来给我 但是这个妹妹呢 你看她 从小她就很懂得 有爱 很懂得礼让 结果呢 她一辈子啊 这个 老天爷就特别照顾她 就是后来呢 她一路读书啊 都非常的顺利 而且呢 读了中文系之后 她当一个国文老师 到处呢 这个去教学生 跟大家结的缘都非常的好 而且她每次考试 只要她去考 一定会考中 从来没有考不中的 生活上面就感觉到 处处都能遇到贵人 她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都有贵人会来帮助她 来帮助她解决困难 好 所以我就看到说 一个现实的例子啊 吃亏啊 真的是 最有福报的 好 肯让人 肯忍 肯让 什么好处都愿意让给别人 那么 所以她一辈子呢 人缘就特别好 好 无论是兄弟姐妹 还是所有的同学啊 朋友都非常喜欢她 那么 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也是发生在我们自己 就是 也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就是 这个 发生在我们的一个长辈的身上 就是我的母亲 有一个姑父啊 她是前几年活到一百多岁才走 非常的 有福报 那么当时呢 就是 他们家在分财产的时候 分家产的时候啊 那么一般 兄弟姐妹在分家产 总是 会争嘛 要把好的这些 好的这些田产 都要分到自己的手上 都要分到自己的手上 不好的这些呢 就希望给别人 这是 如果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 都是人之常情 就我母亲的这个姑父啊 她就非常 从小就非常能让 在分家产的时候呢 她就跑得远远的 不去跟她的弟弟妹妹争 等她弟弟妹妹把这些 这个土地田产都分好了之后呢 剩下的才是她的 结果最好的土地啊 都被弟弟妹妹给分走了 剩下的地都是一些 当时很不值钱的 都是路边的那种 没有办法种田的这种 很这个坡地啊 或者是路边的地 在农业时代是很不好的 这种土地 最后都是留给她了 那么她也不在乎 从来跟人家都不争不抢的 结果风水轮流转啊 过了没几年呢 她的弟弟妹妹 抢到的土地啊 都变得不值钱了 反而她最后分到的这些地 因为在路边 政府要修路 结果那个土地呢 涨了好多倍 最后那个价值啊 就值好几个亿啊 结果她儿孙 最后要交着土地税啊 都这个很头疼 这土地太值钱了 每年要交税 交得很头疼 结果她分到了最差的土地 最后变成最好的了 政府要做一些公共的设施 都需要他们家的 这个路边的这些地 所以我们看到说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什么时候学会吃亏忍让 这些福报都还是自己的 绝对是跑不掉的 不要以为说抢来的 占来的才是自己的 这个是不保险的 对吗 nat线炼